在台灣有專家算出 如果勞工希望有氏足的退休生活 建議最好每個月準備3到4萬元的退休金 也因此退休生活的支出反倒要更謹慎 否則有些人就只能再去找職場的第二巡 拉開登山杖 記緊攜帶 趁著大好天氣 出門走走 運動一下 這是退休後三四年的Rita 她的日常生活 今天是我的閱讀日 那明天呢 明天有一個接睫毛的活動 規劃好自己的一天 畢竟在退休後多了大把的時間 該如何運用 在一開始也很慌張 當時覺得工作也是會有點低潮 所以我就選擇了也退休了 那開始自己也很緊張 就是說退休之後兩個疑慮 一個當然就是經濟上的壓力 一個就是會不會太無聊 沒事了 我突然從一個很緊湊的一個生活 生活一個節奏突然整個抗蕩下來 自己能不能適應 逐漸放慢步調也是一種學習生活的態度 從心靈到身體都必須重新調整步伐 才找到了現在的節奏 像一個禮拜我就把它分為一個靜態的 動態的方面呢 譬如說靜態的話 我就會選一天來閱讀 一天動態的話就會參加 設大的爬山課程 或者跟其他的朋友三友一起去戶外走走 那另外一兩天就可能跟姐妹啊 就是一個娛樂的一個時光 過去大部分的時間都貢獻在工作和家庭裡 總會讓退休後感覺失去重心 而大部分的人則是擔心經濟壓力 根據行政院2018年家庭收支報告來看 65歲以上退休族群 每戶也就是平均兩人 每年支出約56萬元 等於每月基本消費支出約4萬元 換算下來一個人退休之後 平均每個月日常支出約2萬元 但還不含醫藥費 美國的人力資源公司調查發現有六分之一的人 希望可以重回職場 而首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個人因素 大概佔了57% 而第二個還有第五個原因 則是因為需要更多的錢 還有通貨膨脹的因素 另外的第三和第四個原因 則是因為覺得無聊還有感到孤獨 美國金融網站也提到 退休的八大NG行為 包含太早申請社會保險年金 以及扶養已經成年的子女 還有花錢買禮物送人 第四是避免風險過高的投資 還有檢視保險需求 以及住在房價過高的地區 甚至有太多車 最後是過度消費與昂貴的嗜好 現在呢因為漁面會很長 所以呢其實不要有那種全難退休 那全難退休那是什麼都不做了 那只有那這個就是也不生產了 然後也不消費了 消費就盡量求簡單 但是這樣子呢往往會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生活變得很艱困 而依照110年內政部的資料中 國人的平均壽命約80.86歲 等於65歲退休至少還有15年的退休生活 70歲現在很鼓勵 其實應該要提早就有這樣的準備 不是等到要退休的時候 60歲的時候才想說 我開始來準備財務 現在可能從40歲開始就應該要注意 而大多的退休金組成 包含社會保險 退休帳戶 投資收入以及商業保險年金等 擔心退休生活也有人選擇 及早準備 大概在55歲到65歲這中間 那他的危機感可能就比較出現 所以如果今天他的預定 是65歲退休 他如果可以30年30歲的時候 開始準備 這中間的累計期就會變得更大 那用負利的效果來算 時間越長他後面得到的所得 就會怎樣就會越高 對於現在不少人提倡提早退休 詢問相關保險和投資的年齡 也越來越低 甚至有大學生早一步 再為自己做規劃 那65歲之前就會比較適合做 第一年年金 因為第一年年金 他會分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前面幫你做累計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保險給付 財務往往是退休後的壓力來源 就怕因應各式各樣的狀況產生 但退休只是另一個生活的開始 是生命中的不同階段 與其擔心不如先做準備 或是從心境上做轉變 試著放鬆放慢 調適心態 迎接退休後的第三人生 TVV新聞羅氏旁歇單詞 台北報導 退休生活有人也面臨長照的困擾 一樣金錢還是最關鍵 人壽業者分析 國人一生當中長照支出 大約是350萬元 業者也發現不少爸媽 開始幫學生購買長照險 推測可能跟不婚還有少子化趨勢有關 你是覺得長照險是不是很重要 以前不覺得 我現在會覺得 是因為我 就是因為低以前沒有那麼多預算 58歲的林小姐是一名公司主管 很有保險觀念 最近也在思考還有哪些缺口要補充 因為我先生60歲嘛 我們都已經五六四 我們現在買不會很貴嗎 現在買是有點貴沒有錯 但實際上 我們遇到的一個狀態是說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預期 這個被照顧的人 需要照顧多久的時間 因為家人生病讓他感受到 提早規劃長照的重要 就是我公公中風 所以我覺得長照很重要 而且我們只有兩個小朋友 對我覺得未來一定是一個小孩 跟另外一個人家的獨生女結婚 所以兩個人家照顧未來四個老人家 其實是很辛苦的 台灣面臨人口老化及少子化趨勢 不少民眾透過長照險來分散風險 父母親也會趁還有經濟能力時 先幫小孩投保 我希望用最少的錢買最大的保障 因為保險幫他們買 我就不希望拿回錢 因為小孩子比我們小 我不希望他怎麼樣我去拿他的錢 國泰人壽統計長照保單客戶中 學生族群佔比達百分之五十二 業者推測與不婚少子化趨勢 父母擔心離世後沒人照顧子女 提前幫小孩投保 富邦人壽統計二十歲以下的 投保比重佔百分之八 投保的年齡層以二十一到二十九 三十到三十九歲最多 各佔百分之二十七 四十到四十九歲佔比百分之二十二 六十歲以上只有百分之三 顯示長照險有年輕化趨勢 給爸爸媽媽做一個保障 可以降低我未來的壓力 國人一生中 長照需求時間大約是七點三年 若以每月長照費用四萬元來說 基本開銷就要支出三百五十萬元 若由家人親自照顧 還要犧牲掉原本的薪資收入 確實人口老化跟少子化 導致很多民眾他會意識到說 我如果今天真的發生類似 需要被照顧的情況 那我是不是要做提早準備的動作 所以其實坦白說長照這幾年的 相關險種的投保率 確實是不斷的在節節升高 失能險跟長照險有差異 長照險與需要長期照顧狀態為幾副條件 失能險主要保障生理失能後的日常生活 長照險有一個條件我覺得比較嚴格 就是他狀態認定 所以變成說我今年申請理賠 那我不是每一年都要領理賠金嗎 我必須每一年都符合狀態 每一年都給醫生認定一次 但失能險其實這點就比較有優勢 我只要第一年申請理賠之後 只要未來持續存活 我就可以持續申請理賠金 以保費來說長照險年齡越大越貴 若有經濟能力限制 業務員建議可以從保費支出較低方案投保 二十幾歲年輕人來講的話 中生型的保險二十年 二十歲的時候保 可能保費只要兩三萬 然後如果再往上一點 大概三十歲 加個三千到五千 然後四十歲之後就開始 越來越高了 可能就變成四萬 慢慢問頂 然後可能到最高 其實就是差不多六十歲的時候 現在保養最高接到六十 頂多到七十 那這種急劇的保費的話 因為相較你繳的二十年保費 跟十年保費 有點像分析一副款的概念 你會保費 你有七十歲就只能繳十年 那你的保費 相較於二十年的話 那就繳兩倍 保險是各種風險 及理財規劃的其中一項 也有業者提醒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上 我個人觀點是認為 因為其實未來的狀況很難說 有沒有可能各種狀況 導致我們未來 假設可能一個治療或一個疫苗 我可能不一定會有這些失智的情況 不一定會有這種老化的情況發生 那其實你為了很不太確定的未來 在很小的時候就做規劃 我覺得有點太早 其實不一定要這樣做 你反而應該是把一些錢留在身上 去做一些理財的規劃 未來的事難說 但在能力範圍內多點規劃 總比意外發生而毫無準備 來的有保障 TVBS新聞柯勝雄陳又翔 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或許有些人會好奇 為什麼台北人這麼希望都更呢 其實看看這張數據就會很清楚 台北市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佔了七成之多 只是就算有間老公寓 想要換到周邊的新大樓 也不容易 全莊瓶數二十六瓶 它的規劃是三房兩廳兩套衛浴 位在內湖新雲重劃區二十多年的中古屋 室內瓶數二十六瓶 三房兩廳兩衛浴總價兩千三百萬 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當中 雖然內湖區平均屋齡最年輕 但也已經達到三十年 基本上在內湖區現在的平均的屋齡 可能已經來到大概將近三十二十年 至三十年出頭都有 這個是在內湖區滿普遍的現象 內湖區既有的地都已經蓋完了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空地 就是完整的可以重新規劃的重劃區 相對很難的 台北區大不易 高房價讓人望之卻步 導致購屋族都將目光轉向中古屋 因為價格比新城屋更實惠 公設比也相對低 因為新屋跟舊屋的差異化 就是現在大家講的公設比高低 譬如說像公寓的產品 它可能屋齡已經來到將近四十年了 可是它的公設比很低 等於是說我的權狀可能買三十坪 我室內屏數大概有二十八坪的使用空間 這個是非常CP值的 相對的可能我要買很多的 花更多的資金去買一個新房子的公設 那我的總價相對也比較高 不買新房的原因就是因為公設比 然後再來就是預算上的考量 住在台北市的人多數人會買老屋 因為新屋櫃上班族的預算也有限 加上信心重劃區少 新建案的數量也不多 因此呈現處處都是老房子的情況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 今年第一季全台住宅平均屋齡32年 其中50年以上的老屋有101萬戶 30年以上有462萬戶 比例達51% 而六都當中只有台中與桃園 平均屋齡不到30年 老房子比例最高的台北市 平均屋齡高達36.87年 超過30年以上的建物就高達7成 首善之都正快速變老中 現在的老屋存量是越來越多 那一方面主要原因是因為 都更的腳步當然是比較慢的 所以就來不及去把這些 舊的房子變新貌 所以會發現像台北市這麼精華 但是仍然有非常多 40年以上的老屋來再交易 因為台北市它的這個都會區開發 已經非常飽和了 再加上台北市的大型 新金重化區相對其他縣市來得更少 導致新房子蓋的量體也比較少 所以台北市的這個房子老化速度 還有老屋的一個數量 都比其他縣市來得更為驚人 台灣現金不只人口老化 住宅老化也越來越明顯 若想購買屋礦好 屋齡相對輕的住宅 桃園台中機會最大 目前桃園屋齡十年內的住宅 佔了百分之十七點七 台中佔了百分之十五點二 而台北市佔比僅有百分之六 想要入住新房的難度是六獨之冠 以十年內新城屋比較多的話 看到現在是比較多推案是在桃園 那當然包括像台中 它的外圍的重化區的開發 也是非常豐沛的 甚至也往海線發展 但是重化區它的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它周邊的一個相關建設 還沒有完整 包括在交通上面 或者是就一個機會 比較遠的話 其實在選擇上 會對於這些購物者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近年來中央地方政府 積極推動都更與為老改建 不過仍趕不上住宅老化的速度 專家指出都更進度緩慢 若住戶有共識的話 可以透過自主都更 來加快老屋重建 都更是一個捷徑 可是呢 因為不想自己出錢 所以還是會依靠這個建商提供的 這個民間型的一個都更 我們目前看到就是說 如果建商願意分給住戶更多坪數 通常一坪換一坪的 度更的速度是會最快的 只是說大部分的建商 不會分得這麼大方 在高房價下 現代人買屋不再喜新厭舊 越新越舊的房子 越有人買 房市買賣朝M型化發展 TVBS新聞 李偉華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電動車是今年看好的產業之一 現在就連越南VinFest也積極搶進 甚至以壓低價格的行銷策略 殺進美國市場 VinFest背後撐腰的是越南首富潘日王 現在跑的時候 它的螢幕上面會自己顯示動力的分流 那像我現在踩煞車 它會回充 那沒有踩煞車的時候 它就是電力輸出 電動車充電比燃油車使用上 成本降低 加上行駛時沒有噪音 已經是未來不可擋的趨勢 就連越南的電動車 也開始在美國打響名號 利航國際車廠 特斯拉 豐田等等對手 越南兩大集團之一旗下電動車公司 在電動車市場耕耘多年 推出新款電動車車款 主要搭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包含高速公路輔助 自動變道輔助碰撞警告 以及智能召喚模式 遠程操控停車輔助等等 搶攻勢戰 在路上其實可以看到VinFest的車 其實越來越多 雖然說身邊可能外國人 遇到外國人其實買的人比較少 但是其實路上也真的蠻多 越來越多的VinFest的車 尤其是Vin Home集團 他們自己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行業 包括他們也有一個VinCom Center 就是一個購物中心 目前在他們購物中心的旁邊 也有設置一個充電站 不僅是越南本地的主流電動車款 也在2022年進攻到美國市場 傳出將經由控股公司模式 到美國上市 後續還會把版圖擴及到加拿大 德國 法國和荷蘭 它其實叫Vin Group 它其實是越南的首富 它有所謂的製造的技術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它最主要 它加入了一個Intel的這個 就是電動車自動駕駛的聯盟裡面這樣子 它的技術其實是有所依靠的這樣子 電動車最需要的這個所謂的原料 就是電池的部分的原料 滅這個原料 它是在最近的就是在印尼的地方 所以在東南亞這一塊來說的話 它這些國家他們也希望能夠 未來在電動車市場上面 能夠有佔有一席之地 VinFest的這個品牌它不是只有推出一台車椅 它是一個很縮密的企劃 包含先起它請了很多德國 原來傳統車廠的工程師或經營的人員 去幫他們建立這個廠 還有建立這個品牌 他們推出的產品是一系列的 從大到小都有 從比較便宜的入門車 到比較高價的大型車 其實都會有的 為了吸引客戶買單VinFest 壓低價格 VF9期價是台幣176萬 才電池月租方式 不過即便快速搶攻美國市場 但在越南國內也並非人人都想買 因為配套的充電裝上 恐怕還有森多州少的難題 如果我自己要在越南購車的話 我第一個首要 我絕對不會選電動車 原因就是充電的問題真的是滿麻煩的 老實說除了Being Calm Center之外 我很少看到有充電的地方 目前除了在越南設組裝廠 現在也前進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預計2024年完工啟用 預估每年的年產量大約是25萬輛 要到2026年年銷量突破7.5萬輛 但不只充電裝要加速裝置 在品質上也備受考驗 從消費端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VinVax它的不管哪個系列 從安全性然後從電池的疑慮的部分 都被摳回的機率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雖然它很快的推出了自己的電動車的系列 相比之下台灣電動車發展相對晚 但專家分析國內在馬達電池晶片技術相對成熟 要迎頭趕上 品質也得跟上 各國卯足權力都想在電動車市場上 佔有一席之地 TV月新聞周一鋒 柳玉君台北採訪 按照中醫的說法 一個人壽命的長短主要跟腎有關 因此醫師認為可以先以食補來解決 這十種食物都能不腎 腎精是人體維持生長發育 生殖以及全身各臟腹正常生理活動的基本物質 腎精不足可能會造成失眠 不孕心氣頭暈 記憶力減退 甚至是腰酸背痛檔 以中醫觀點來說 治療時除了補益腎精外 還需益氣養血 中醫說腎是先天之本 它不只包含腎這個器官 還包括了我們的生長發育 泌尿生殖以及我們的骨骼關節 都包含在腎的範圍 所以從少年成長的轉骨 然後成年補孕的調理 以及我們老年的關節 椎間盤退化 都會是中醫當中腎的範疇 那我們該怎麼照顧我們的腎呢 中醫來說腎有分陰陽 腎羊不足的人可能會覺得 手腳冰冷 全身無力 提不起精神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 溫補腎羊的八級天 中醫講腎主骨生髓 這個髓呢就是骨髓的髓是同一個字 那腦又為髓海 所以當腎精不足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覺得腦袋空空的 好像比較健忘容易忘東忘西 甚至會有一些暈眩或是耳鳴的症狀 那中醫講的聖經呢 就像是我們存放在銀行的老本 那這個老本什麼時候會被拿出來用呢 就是當你現在生活過勞 比較忙碌 然後生活節奏比較緊湊的時候 你就會把這個所謂中醫的老本 也就是腎精拿出來使用 中醫觀點 一個人壽命長短主要與腎有關 而腎是人的先天之本 腎中所藏的精氣 決定一個人的生命活力 那如果說聲音不足的人 可能會有我們失眠 倒汗 腰膝痠軟的狀況 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我們中藥材熟滴 而如果老年當中 我們的腰椎 膝蓋痠痛的話 這個時候可以使用我們 填補腎精的歸路二線膠 來調理我們 保養我們的腎 那除了生活的忙碌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是我們現代人常常容易忽略的 就是睡前玩手機的時候 當你已經很想睡覺了 可是呢 又還想要再硬撐著玩一下手機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玩手機的精神跟體力 就是靠你存放在身體的老本 也就是腎精 會拿出來使用的時候 所以累了就要休息 就是補養腎精 很好的一個方式 中醫和西醫所稱的腎不完全相同 以西醫的腎來說 腎臟功能包括排尿毒素與尿酸 調解電解質的平衡 如鈣磷钾 還有很重要的造血與活化 維生素D 以及控制血壓等 西醫對於補腎 事實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共同的一個看法 但只要說 它不是含電解質太高的 事實上都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而且水分充足的一些水果 食物 或一些蔬菜 事實上都是對腎臟很有幫忙的 我們都會建議說 少吃一些含蛋白質太多了 多吃一些水分比較多的 一些蔬菜水果 事實上是還蠻不錯的 因此減少腎功能負荷的飲食就可顧腎 像是以植物腺為基礎的飲食 多蔬果、清淡飲食 少加工與罐頭食品 多喝白開水、少含糖飲料 適量的蛋白質如黃豆與其製品 蛋、奶、魚、雞、鴨、豬、牛、羊等 生功能正常的人 每日約五到六份的蛋白質食物 其中一半來製黃豆與其製品 每日五蔬果 包括至少三份的蔬菜、兩份水果 專家建議 規律的生活均衡與天然的飲食 更為重要 誤聽性與服用偏方 都是腎臟保健最好方式 TVBS新聞陳如環、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